劲宝进西侧殿复命时 腿都是软的 回殿下 都处理前进了劲宝行李道 只是箱子上还有点儿血迹 已经渗进去了 郑公公说回头给殿下换个新箱子来 薛燕翻了一页书 笨了一声 劲宝长出了一口气 自从他跟了薛燕 别的不说 承受能力倒是被迫长了一大截 那人磕死在箱子上 血躺了一地 静宝在这之前 只看过杀鸡 什么时候见过个活生生的人 死在自己面前 还是个跟自己有局语 或者说 被自己算计了的人 一开始 世子殿下找到他 嘱咐他说 若点催来找他要钥匙 便拖几天 拖到腊月 再将钥匙给他 务必让他以为是有两把 不必急着归还 再之后 点催一找他 就被薛燕那个小祖宗发现了 那小祖宗知道了前因后果 又知道世子殿下 让他做什么了之后 竟微微笑了起来 巧了他对劲宝说 我也有一件事 要你去做敬宝当时就心下一寒 觉得没好事 果然 薛燕 居然让他同皇城外潜伏的那些死士 取得联系 交纳帮死士弄来葬红花 设香给他 静宝想直接去御医院取 毕竟不过是些寻常的药物 为了他们冒险和宫外联系 时有些不值得 可薛燕却不同意 那些药 虚得来路不明才行 他说 静宝自然不敢再问为什么 只好问薛燕 取倒药之后怎么办 没想到 他这主子要他做的事 比联络宫外死士更要命 去将这些东西 一并藏进点脆的房中 薛燕把一些不知从哪来的针头 线脑放在桌上 命令到 他房中定会有些药 藏在看似明显 实则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香炉 庄帘 茶罐之类 你去找找 找出来以后 包上一部分 一同藏在他房中 再带一些回来 这 到人家房间里去坐 静宝被吓得够呛 但他这条小命 连带住家里老老少少 全捏在薛燕手里 他的潜能竟是被这种强迫硬逼了出来 成功地按照薛燕的指点 把这些事都做好了 于是 就在那天 他眼睁睁看住薛燕和君怀郎两人的布置 一步一步将点翠逼死在面前 金宝的手上 也算沾了血了 西策殿除了他 再没别的管事的奴才了 他吓得腿都打圈 只觉得点翠会在梦中向他锁命 但还是强提着一股气 杨作不知情 带着人处理了尸体 又弄前进了血迹 毕竟 他若露出马脚 死的第一个人就会是他 做完这一系列的事情 点翠也没找他锁命 反倒是他自己 见着血啊尸体啊的 都不怎么怕了 但是 金宝还是有些疑惑 他见自家主子神色平静 看起来心情不错 便壮着胆子问道 可是 主子 奴才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薛燕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金宝看那眼睛里没有胸光 就知道薛燕是默许了他问 连忙开口道 那日那宫女撞死在仓库里 离主子也不算远 主子武艺高强 明明能拦住他 为什么却任由他撞死呢 他若不死 带到慎行司去 说不定还能问出点东西 问不出的薛燕淡淡倒 一进宝不解 接着 他听薛燕说道 直使点催的人 是宫里的 这是他们的地盘 不比东厂那般束手束脚 他们有的是办法 让那宫女在慎行司 什么都说不出 就意外死亡 让此事不了了之 与其这样 不如让他在皇帝面前 为罪而死 给那蠢货心里留个印象 好让他自己追查下去 尽宝听他做一句 皇帝 又一个蠢货 都是够杀一百个脑袋的话 听得他挤两股发冷 却又不敢反驳 只当自己方才是聋了 什么都没听见 那陛下能查得出来吗 他小心问道 薛燕轻描淡写 他没这本事 但用作警戒是够了 那边的人谨慎 不会再放人进来了 原是因为这样 净宝恍然大悟 只可惜 幕后主使怕是查不出来了 他叹道 怎么查不出来 薛燕瞥了他一眼 净宝对上他的眼神 心里又是一哥灯 完蛋 这个眼神一看 就是又有掉脑袋的事情 要自己去做了 主子还有什么吩咐 净宝战战兢兢 薛燕戏谑的一勾唇 长进了说着 他将一个小纸包放在桌上 说道 这是你上回偷来的药粉 等到这月十五 还是原来的时间 仍去那处 会有人接应你 让他们去查 治药方的来历 以及是怎么送进宫的 再让他们找个中心利索 好控制 不会反水的宫女 想办法送到淑妃身边去尽宝 瞠目结舌 这能办成吗 薛燕淡淡看了他一眼 没再说话 燕云铁骑 是燕王花了二十余年培养的精锐雄师 如今燕帝虽丢了 燕云铁骑却保留了下来 只是如今没到用他们的时候 暂时聚在燕王旧部 燕门关守将那里 而随他回来的这几十人 皆是为燕云铁骑豁养的死士 当时是用来刺探敌军情报的 来往两国之间 如入无人之境 对他们来说 在长安做事 可容易多了 只是这些人只能引在暗处 他还需要明面上的助力 日后才可在朝堂上立足 故而这些日子他韬光养晦 露出弱点 等住东场上钩罢了 见薛燕没说话 静宝也知趣的没有再问 正当他要退出去的时候 薛燕又喊住了他 还有一事他淡淡道 还有 静宝崩溃了 他恨不得给薛燕跪下了 您手里有那么多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手下 就放过我这个命贱如草的奴才吧 薛燕却像是没看见他脸上的神情似的 开口吩咐道 今日你再去烫冬场 不用想办法进去 就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行 那帮帆子会发现你的 不必伪装 就你现在这副蠢样 表现得越蠢 你就越安全静宝 您倒是可以直接骂 之后呢 奴才跟他们说什么 静宝不敢多言 小心翼翼地问道 就把前几天发生的事告诉他们 薛燕说 跟他们说 你是好不容易得了机会 才溜去的 再告诉他们 我是阴住吴公公随口的提点 才想到让人搜污 阴差阳错地搜出了药 如今 我已因此深得淑妃的喜爱 全是吴公公的功劳 如今境况好多了 须得感谢他静宝傻眼了 目瞪口呆地看住薛燕 他一脸冰冷和轻蔑 口中谄媚的话张口就来 看起来又戏剧又违和 等说完了话 薛燕逆向静宝 傻愣住干什么 记住了 静宝将他方才说的话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连忙回道 记住了 薛燕点了点头 只要对方提点你 说淑妃日后可以倚仗 那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样 就算是给淑妃一家过了名路 冬场在宫里示弱 不会不喜欢劲宝给他们通风报信 也不会拒绝将淑妃和军家拉进他们的阵营 这样以后淑妃和军家再出什么问题 冬场也会酌情帮助了 至于冬场有没有打过和拆桥的主意 真到了那时就由不得他们了 静宝连连连点头 满眼稀奇地看住他 等着薛燕同他解释原因 不过薛燕的目光重新落在了面前的书上 已经全神贯注地继续看书了 并没有半天同他解释的意思 静宝在薛燕这儿自讨没去惯了 早就习以为常 见他不打算说话 就要退下去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了 静宝去开门 就见君怀郎站在门口 笑着对他点了点头 没有打扰吧 静宝连忙行礼 侧身请他进去 君怀郎走进屋去 看像坐在门边桌前的薛燕 道 是姑母让我来的 她想给你做身披风 让我来问问你的尺寸 薛燕对这些向来不了解 她顿了顿 侧目看像静宝 这玩意儿 静宝也不知道啊 她支支吾吾 道 奴才找人去给殿下凉凉 君怀郎也预料到了 薛燕身边没有宫女 之前郑广德给他做衣服 也没上心 是比照着差不多的尺寸来的 这阵子明栏宫里又忙得天翻地覆 君怀郎无意再麻烦郑广德一遭 来的时候 就带了卷尺 见静宝说要去找人 他便将卷尺递到静宝面前 说道 我倒是带了 披风不算麻烦 质量上身就好 静宝愣愣接过尺子 回头就对上了他主子的目光 同色浅便容易显得人凶 再加上他主子本来就凶 一对上他冰冷的眼神 静宝的手就软了 他这主子最讨厌人家碰他 当初受重伤 胳膊都抬不起来的时候 都没让静宝碰一下 静宝惜命 也爱惜自己的手 不想年纪轻轻 就因为这点子小事 被主子剁了双手 他眼一转 就看见了站在面前 等他回话的世子殿下 他主子对住他的时候 凶得要命 可从来不凶 这位活菩萨啊 静宝连忙将手中的卷尺 往君怀郎手里一塞 殿下 奴才还有些要事在身 就劳烦您替武殿下量了吧 说完 他脚底抹油 匆匆打了个牵就往外窜 他的确有要事在身 也没骗人嘛 毕竟 他宁可去面对东厂那帮 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 也不想留在这儿 给这活菩萨量什么尺寸 给这活菩萨量什么尺寸